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档,我是特里 我是麦田 我是陶不田 今天又是一期投稿赏息 不要吹了,不要吹了 你这个东西一直在那吹烦人的 我都受不了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又做一个比较新奇的玩法 就是拿专业的和入门级的作品来进行对比 在这里呢,我不是要指出业余的作品 或者是入门级的作品它有多差 而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入门级和专业级它们都有哪些区别 所以说被选成入门级作品的同学不要沮丧 这里不是要批评你 这里只是要让大家来看到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这些区别之后 怎么样才能改进自己的作品 这里我们会有很专业的作品 前面是一些比较触及的作品 我们来看第一个 名字叫邱易农 感觉就好像很文艺很小清新 像我小学老师喜欢的标题 这是一个学生作品 这是哈尔滨学院 这是旁白典型的 女主角 鼠鼠皆秋色 姗姗为乐 你还挺有感情的 你看这画面啊 其实它有漏场 感觉是老低微拍的 老低微拍的 它就有那种隔行扫描 就会有种横线 特别是镜头运动特别快的时候 那横线就特别明显 这就是NTSC主行扫描和隔行扫描的区别 这是歌词吧 我以为他喜欢 就是当学友的 大家有没有 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 就看起来有点困 对 然后节奏不是很那个 然后 我觉得应该是四五十岁的阿姨 叔叔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那你应该用个卡罗K效果吧 上面翻成卡罗K的那个蓝色色 对他们就很喜欢那种 从画面上呢 你觉得画面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我觉得看着就是 颜色 颜色很一般 画面就不是很经过构图的 没有构思在里面 就很随意的拍一下 就横摇一下就算了 好了吧 那我们就看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 我们今天这一次的专业的第一个作品呢 来自于来卡的一个广告 飞猪老师拍的一个 我看过这个 我当时看了就很喜欢 你看 音乐画面 和刚才的那个作品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类的旁白类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都是旁白类的视频 都有哪些细微的区别呢 不是细微的区别 就很多区别吧应该说是 声音 音效 我们这里就先不要讨论 它的文案到底好不好 我们先不说文案 我们就先说画面 和这种整体的感觉 也只有一天 独得味道 一阵风吹了 感觉每一个画面 接下来都很好看 我看见树叶飘落 有很多特写 也有广角 就是景别也很丰富 字体设计很好 指尖的风声 略过田野和路人 风踮起脚尖 从身旁悄悄经过 隐隐约约看穿风的形状 嗯 ok 两分钟也不算很长 其实挺舒服的一个片子 我们看到这个片子 我们再来看一个入门节奏作品 我们再总结一下 下个视频是 应该是个学生作品 美女与野兽 这个一看就让人有观看U 明明是钢琴 他会能不能用吉他 看野兽 你想看野兽 野兽是谁 这个画面 它的镜头其实是 应该算是Dive 这里镜头有很强的虚化 背景虚化 对 那这里呢 又应该是用手机拍的 然后画面也比较模糊 看 没有任何谨慎 这表达什么样 我没怎么看组 应该是学院 宣传片吧 他们学院 但是标题叫这个美女与野兽 这个二组配上这个音乐 好出戏 对 对 就是古增手的片 这个运镜也是太 你看它这样加速之后 反而是不流畅的 你看 很晃 这里画面太跳了 你看 如果是我剪的时候 至少有个小小的改进 就是说 你画面都是背影 切换的时候尽量匹配 上一帧的人的位置 和下一帧的人的位置 你看跳 这个这个这个 尽量匹配到一起 这是最简单的小小的改进 如果你拍的是4K的话 你可以后期裁剪一下 把构图就可以提升一下了 然后这里的闪烁 你看 它跟音乐没有完全的匹配在一起 音乐节奏不是这样的在跳的 它的画面就是黑一下黑一下 没有跟音乐匹配到很好 你看一下这些构图 它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用心 这一片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片流了这么多 然后这里对焦呢 又对到这后面上去了 你的主角是这里 你要强调这个主角的话 你应该把它放在中间 或者是故意要放在这的话 你把后面虚化掉 用个大光圈的角色 然后这些黑的就是 如果是我的话 突然黑你可以 建议用个渐变的黑嘛 你看渐变的黑 突然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 音乐没有很好 你看这里的画面 说明这个镜头是很好的 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相机 你看这里的景深又很强了 你看这个构图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构图 没有那种拉手的那种冲击感 对吧 对 它就镜头非常不定拍着 然后往下滴了一点 你的人物的头呢 你要么就拍两遍 一遍是一个大景 然后有个透视感 那个两个人就站在中间 然后再来一个特写 特写专门拍他们的手 拉到一起的一瞬间 对 对 你看这些构图 看到这里 让人很难受 明明跳得很好看 但拍出来感觉像广场舞的选择 广场舞 你看他的这个视角 这个摄影师的视角在哪儿 在这个屁股上 要不来个广角 再低角度一点 把姑娘的腿都拍长一点 姑娘就更喜欢了 是一个姑娘在这拍 OK这个视频 那差不多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专业的视频和不专业的视频 你看一下 这些学生的作品有哪些差异啊 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从视觉上来看 颜色调色 就专业的视频就很统一 每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对 这就是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连贯性 不管是画面的连贯性 画面与画面的切换 画面与声音整体就很流畅很连贯 这个连贯性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第二就是我觉得构图 没有杂乱的感觉 就比较干净 对 如果是学生的作品 有美感 对就好像是胡乱拍的 因为没选择背景 没选择场景 我们这里就不要说业余作品 我们都没有专业的相机 拍不出专业的东西 先不要考虑相机的因素 你看这个作品里面 其实它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相机拍出的画面 比如这个画面 还有一些很有谨慎的画面 其实相机不是很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关键还是在于你构图 好了 我们就先总结这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作品 下一个作品 这应该又是学生作品 手机拍的吧 你觉得它这个旁白是不是有点出戏啊 还要故意用英文 没必要啊 你说中文说的好 你就用中文 你为什么英语说不好 还要故意装逼用英文呢 诶 诶 什么鬼 这个日天日地 这个什么 那个泰迪 那泰迪那个怎么说呢 我靠他 这个是左金龙右白虎吗 还因为他闻泰迪 这些画面 这全部都是手机拍 对 虽然说是一些回忆 可以再大一点 太小了一点 看来 这没有开始了 bring back the summer 对不起 不装臂了 终于不用装臂了 快进入正片吧 红头发小姐姐 我又想吐槽他的个图 你看他的个图 你能不能再广一点 如果你要裁剪的话 你看 头都没有了 不要这样 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所以选音乐也很重要 专业的作品不会选一些别人都在用的音乐 这应该是学校里面的一个专门拍剧的摄盘吧 嗯 这些构图啊 这个重点是什么 屁股啊 这个对歪了 你看 左边右边 你怎么后期再挑一条 先让他再中间一点 这还可以 对不起 怎么样 是不是比刚才的作品稍微好了 那么一些了 嗯 但这里呢 其实 我觉得他有些地方 换过来换过去啊 其实是没有 镜头和镜头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性 他是为了去匹配运镜 而去匹配运镜 没有在内容上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样就太强行的去制作那样的效果 我就问你 你这个镜头要表达什么东西 你这只是一个比较空的一个街道 就这些比如说这些画面 他只是一个人在里面 其实 虽然匹配了运镜 但是这个画面 或者这个小片段 对于整个视频的叙事啊 或者表达的主题呢 我觉得帮助不是特别大 大家在选择片段片的素材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问题 不光是你要考虑这个运镜 这个你要制作比较炫酷的效果 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画面 对于你整体的主题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符合你的主题 和你的要表达的东西 好 我们看下个视频啊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品吧 OK 这个作品是用A6300拍的 A6300我想大部分学生都有嘛 而且很多学生都有用的 不是特别专业的相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品 听这个音效设计 声音 声音 他加了一个电影的旁白 或者语音 你看这类是不是还是挺舒服的 看了前面一点的 我就不继续看 其实整个视频还挺长的 可和刚才那个视频看 也是同样是其实 这个是一对情侣 他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 刚才那个视频 是学生记录他在学校里面 社团的一个生活 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相似性的 首先从设备上用的是6300 入门界的一个设备 你看他的视频里面 声音 声效 对吧 有背景音音乐的选择 都很舒服 然后再是他的构图 你看这些构图 这些颜色 是不是很舒服 然后他在这里面的剪辑 用的hyperlapse 还有一些空镜的时候 弦接也是比较自然 比较好的 也符合他的视频主题 你看他拍的那些街头画面 因为他这个视频主要就是 纽约他们在纽约的一个旅行 这些构图 这些画面 马 一下又贴到这个 这不是一个蒙太琴吗 旋转木马 对了忘了说 大家要看原视频的话 我们看的 第一个原视频是 萊卡CL 在YouTube上 和B站微博上 都可以搜得到 第二个视频是 i like me better with you 大家自己去看 看完整版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作品 云南2019 这个构图还可以吗 颜色还挺舒服的 嗯 那这个音效我觉得有点出戏了 做这些音效 咳咳咳咳的声音 你要和画面里面的文字的动画 要匹配 你看他的文字动画动得很少 它这个环境呼呼呼呼的声音 其实太重了 有点太重了 有点喧兵夺主了 买手机 大网才有大优惠 我们当然选中国移动 呵呵呵 这视频肯定是中国移动赞助的 好绿啊 绿绿的木马人 这个构图和刚才的就 有一点不一样了 这边留了一个空的嘛 这个虽然留空 但是故意把这个虚化掉 重点还是背景的风景 主角是一个点缀 哇 劳力士 是 土豪啊 开木马人的 带劳力士的 这个 丁达尔向影天方的 耶稣光 哇 诶 诶 这个摄影师怎么了 他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 又是这个音效 看着左边 诶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状况频发 石林光什么 光源 哦 秘境之寻 哦 哦 哦 哇靠 也是被人浮夸了 结束逢生 命运的安排 命运的安排 还是假军鹏的晚饭 怎么感觉很像那个 很多语音乐片 是丧尽天 是那个 道德的沦丧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什么 这里好像是一个 宇航福 本周揭奖 是个预告片 这就是汉克成的片子 汉克成其实是我们认识的 拍的真好 拍的真好 我们一跟三个人一起鼓掌 那先拍的好 不错 汉克成加油 加油哦 你不是要吐槽一下他吗 拍的很好我觉得 你不是说一定要喷死他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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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的真的很好 这样对粉丝不太公平吧 你跟熟人 你点听熟人的这个片子 你就说他拍的好 太好 真的拍的很好 我尤其是觉得 劳尼氏这个镜头很好 你看你这个人这么拜金 凸显了有钱又有品味 刚才是开玩笑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在接下来的投稿场星链呢 我也会尽量的添加一些 非常专业的作品 我们也尽量去对比 入门的和专业的有哪些区别 这集呢是比较笼统的 在之后的节目呢 我们再来具体细讲 某一些细节 专业的和入门集有哪些区别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嗯嗯 对吧 我的表现一个小星星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麦田为了讨桃不田的欢心 给他买了个小的纪念品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没什么暖用 不要玩的 我觉得挺好的 你买个箫 给桃不田什么意思 难道要吹什么 吹排箫 快去小树林 吹排箫